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40号 一栋红色小楼演映在苍翠之中 小楼前的广场上 矗立着一座戴着眼镜的人物雕塑望向远方肃穆而静谧 可谁曾想到 一百多年前 这个人面对的是这片土地上令人闻之色变的凶险疫情 也正是他力挽狂澜 仅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就彻底控制了那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疾病的流行 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防疫事业先驱的伍连德博士 这栋建筑是2008年落成的伍连德纪念馆 走进这里仿佛触摸到了伍连德博士传奇的一生 1879年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冰朗语 17岁留英考试位列榜首而获奖学金 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医学 他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华人博士 画面中的这件就是他曾经加深的博士服 1910年底一场骇人的肺鼠疫在中国东北陡然爆发 瘟疫感染者发烧 头痛 胸闷 干咳 最终窒息死亡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 年仅31岁的伍连德带着自己的助手及简单的医学仪器 迎着汹涌的逃难人潮向东北出发抵达哈尔滨 林薇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在力排众议实施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后 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 感染者也越来越少 1911年3月1日 也就是他到达哈尔滨的第67天 随着零点钟声的敲响 24小时内 哈尔滨无一例鼠疫感染 无一例感染者死亡 之后数日感染及死亡率均为零 在纪念馆的一个橱窗内 记者见到了当时那场疫情中 人们所佩戴的有伍连德博士设计的口罩 之前在世界上 一个是在世界上没有这种比较规范的这种防控措施 就是说因为他确定了这个传染途径以后 必须对健康的人有一个防控的措施 但是这个防控措施呢 是用什么来实现它呢 所以他是自己就是发明了这个口罩 就是最初的口罩原型呢 是三条袋子的 但是最后呢 为了更便捷一些 那么所以后来演变成这种两层袋子了 完直至演变成我们现在今天的这种口罩 成立向记者介绍 1913年 一位名叫加里逊的美国人 出版了一本医学史 成为当时国际上的权威著作与教材 可这本书对中医的介绍还不足一页 这激起了伍连德博士的极大愤慨 也间接促成了英文版中国医史的问世 当时他看到有关于中医文化的 只有不足一页 而且里面有很多错误 因此呢 他就给这个作者去函 那么质询他 就是说我们中医文化博大精神 为什么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你只写了短短的一页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错误 那么这个作者呢 接到伍连德的信函之后呢 也是给他回信说 我在世界上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你们中医文化的介绍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们中医文化博大精神 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你自己为什么不宣传呢 那么这件事呢 对伍连德博士触动很大 因此呢 他就是联合王基民博士 历史16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衣史 来向世界介绍中医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那么后人称之为王武衣史 1923年以来 伍连德多次呼吁 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关检疫权 在他的努力下 1930年7月1日 中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上海成立 伍连德担任第一任处长 并且制定了海关检疫章程等系列法规 如今海关检疫部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外防输入中 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共有三种颜色的灯 那么蓝色的呢 就是伍连德防疫时期 在东北地区建立的防疫医院和防疫站 那么红色的呢 就是和伍连德博士主持新建的 大型的综合医疗机构 绿色的呢 就是伍连德博士主持回收 以及新建的海港检疫医院和检疫站 那么从这个地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到 伍连德在中国工作近30年的时间 所走过的地方 那么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